我叫陈博涵,是一名绝对的唯物主义者 我不相信所谓的鬼神之说 因为我相信 不,我坚信科学是检验一切的唯一真理 事不相瞒,我之前的工作是一名私家侦探 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帮助那些有钱的阔态 调查他们的老公是否在外面包二奶 有一天,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看到网络上千奇百怪的灵异事件 有时候明明很简单的科学道理 却被他们当成了鬼神的禁忌和传说 我很不理解,甚至觉得有点可笑 所以从那一天起,我成立了盲点侦探社 我要用我的科学信仰和侦探的专业能力 帮那些人认清事情的真相 排除迷信封建的盲点 我开始接受那些似乎真的有鬼的案件 用我的专业能力和科学真理 一次次的证明迷信和无知有多么的可怕 可是你们知道吗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对于这个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鬼 我犹豫了,我动摇了 我经历了一切,那些挣扎和难以置信 只有跟我一起经历这些故事之后 你们才会了解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我的第一个故事 正如前面所说 自从成立了盲点侦探社 生意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惨淡 这天房屋中介带着一个女人找上了门 这个牛至长发 一身职业装 长得还不错的房屋中介 她叫叶薇 曾经是我的处理 后来转行做了房屋中介 讽刺的是 我现在的盲点侦探社都是她帮忙介绍的 她首先以房屋中介的身份催促我 赶紧将拖欠的三个月房租交上 接着给我介绍了一单生意 她带来的女人叫刘姨 在叶薇的引荐下 刘姨说出了她来找我的原因 事情是这样的 刘姨在老家买了一套房子 可是之前租出去的人都说里面有鬼 上一个租客是一个女大学生 一天深夜 熟睡的女大学生 被一声声类似婴儿的哭闹声吵醒 女大学生本能地起床查探 来到客厅 她本以为声音可能是从屋外传来 可下一秒 当婴儿的哭闹声栽子响起的时候 声音竟然是来自屋内 婴儿的哭闹声刺激彼伏 仿佛在一个看不见的角落 一个婴儿在不停地哭泣着 女大学生吓得不轻 第二天就搬离了房子 柳姨听说这件事后不信邪 可是她搬进房子之后 柳姨每天晚上真的会听见婴儿的哭声 柳姨恐惧地告诉我 房子里是真的有鬼 现在该怎么办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我转向叶威 不急不慢地说道 风声很尖锐 听起来会像小孩子的哭声 叶威摇了摇头 接着拿出一个录音笔 当我听到录音笔里传来 类似婴儿哭泣 但是极其尖锐的声音时 我知道事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下午 我跟着牛姨来到她老家的房子里 我简单的私下查探了一番 来到阳台的窗边 我确定 声音不会是窗户没关好的风声 为了查清事情的声像 我在房间的各个地方 布置好了监听设备 接着打电话给叶威 让她发一份 这一代的电子地图给我 我决定今天晚上 待在这里 用我的专业设备来一探究竟 很快 叶木向林 我的手机收到一条信息 跟我发信息的人叫托米 他是我在网络上 偶然认识的好友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但我知道他跟我不一样 他既相信科学 也相信这个世界上生的有鬼 他一直试着说服我 而我同样如此 这次 他把往常到诡异的婴儿哭声 跟大脑中的杏仁盒有关 新人盒是附着在海马的末端 产生情绪 识别情绪和调节情绪 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 当人听到 声音音频介于2000赫兹 至5000赫兹之间时 这时新人盒就接管了大脑的听力 然而就会感觉特别的难听 这就是深夜传来的婴儿哭泣声 会吓走租客的原因 聊到这里 这当我感觉豁然开朗之时 屋内的灯忽然全部熄灭 说实话 我一点都不慌 我不禁不慢地从背包里 拿出手电筒和手机 经常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停电 一般待会儿就会好 我无语地挂断电话 忽然我听到真的有婴儿的哭声 在屋内不断地回响 我第一时间来到监听设备旁 可是奇怪的是 耳机里传来的全是吱吱的嘈杂声 没有办法 我打着手电 借着微弱的手电光 听着耳边传来刺耳的婴儿哭泣声 我来到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角落细细地查探着 来到一个角落 婴儿的哭泣声变得更尖锐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 你身边真的有一个婴儿 对着你不断地哭泣 我闭上眼睛细细地感受着 终于在一扇门前 我发现了端倪 声音好像就是从门内传来的 为了印证我的猜想 我拿着专业的探索仪器 果然声音的源头 就在这扇门后面 可在这时 我好像感觉到身后 有个物体在移动 我没有回头 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 我准备打开这扇门 可是门被锁了起来 就在这时 屋内的灯忽然亮了起来 设计隐私 我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大早 我跟刘姨说明了情况 刘姨打开了那扇门 原来这个房间 本来是一个卫生间 第一个足足的客人 搬走后没有收拾 现在闲置在这里 一直都没有用 我走进卫生间 这时夜未将附近的电子地图 发到了我的邮箱 我打开平板 看了看房子的构造 一番查看分析之后 原来如此 答案就在这儿 这天晚上 我让刘姨跟我一起待在房子里 果不其然 婴儿的哭泣声 很快就在房间里响起 我自信慢慢地打着手电 来到卫生间 告诉刘姨 声音就是从这个马桶里传来的 紧接着 我带着刘姨来到房子外的排水口 当排水盖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好几条鲸鱼 我不急不慢地解释道 鲸鱼的生存能力很强 它们怕见光 白天会藏在水坑和树坑之下 晚上和阴天的时候才出来觅食 刘姨的房子 是离排水口最近的 关键是刘姨家的管道都是铁柱的 声音在铁中的传播速度 是亲属中最快的 当声音传到屋子里的时候 就会形成一些奇怪的声音 所以每天深夜听到的声音 就是鲸鱼发出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 这些鲸鱼是怎么跑到排水口的呢 刘姨告诉我 房子总共租出去两次 第一次正常到机搬走 第二次是租给那个被吓走的女大学生 线索已经很清晰了 第二天 刘姨带我找到了第一次出房子的女人 果不其然 当我提到排水口的鲸鱼时 女人想起来了 原来早之前 她和男友住在房子里的时候 一天男友拿着鲸鱼捉弄她 两人玩闹中 一不小心鲸鱼拖手 滑落到马桶里 事实已经很明显 房子里的灵异事件纯属巧合 回到刘姨的房子里 我一边收拾装备 一边电话里夜未通知我 刘姨已经将钱打给了她 但是这些钱 只够我交一个月的房租 解决这件事 我心情还不错 当我急身准备离开时 托米发来信息 问我这个案件怎么样了 我的回答很明确 迷信和无知 我遇到的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没有难度 已经解决了 当我下楼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一声婴儿的哭闹声 再次传入耳中 这不可能 鲸鱼已经清理掉了 而且现在是白天 我慢慢地向卫生间走去 来到马桶前 声音再次从马桶传来 我有点懵 下意识地按下马桶抽水 可是下一秒 诡异的是 马桶里竟然有一丝血迹 从你往外 慢慢地散开 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再一次按下马桶 接下来更加诡异的是 马桶里竟然冒出了大量的血 血越来越多 甚至溢了出来 我难以置信地往后退去 就在这时 马桶里慢慢伸出了一只婴儿的手臂 我愣在原地 有这不可能 当我反应过来 当我再次回头 马桶竟然没有任何变化 这难道全部都是幻觉吗 我惊慌失措地走出了房子 没有想到 第一次租房子的女人找到我 她告诉我有件事情 忘了告诉我 只见她曾经怀孕 后来上厕所的时候 坐在马桶上意外流产 还没出事的婴儿被她冲进了马桶 回到侦探社 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我将这个案子的整个经过 记录了下来 我发信息给托米 表示案件报告晚点发给她 而托米的回答 似乎早就料到了 我心烦意乱地将记录的内容 一一删掉 应该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 我需要出去透透气 我叫陈博涵 是一名调查鬼是否存在的私家侦探 上次马桶里出现的鬼因 我看到的一切应该 不 一定是我的幻觉 我不会多想 因为我很快就接到了下一个案子 这首歌好听吗 你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吗 听完我的故事 你会几倍发凉吗 事情是这样的 我做私家侦探的时候 跟一个同事关系还不错 她现在也改了行 在大厦负责保安管理 这次她找我来 是因为大厦里 最近老是出现一件奇怪的事情 话还没说完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 怪事又出现了 保安是你 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 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同事上前试图叫醒女人 可是女人丝毫没有反应 见状 我掐了掐女人的人中 迷迷糊糊的女人醒来 显得特别害怕 而且一直喊着有鬼 唱歌 红年的 女人断断续续的描述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久前 女人像往常一样乘坐大厦的电梯 可是刚上电梯没多久 忽然电梯里传来一阵女声哼唱 女人感觉很奇怪 测在耳朵想弄清楚声音的来源 可是下一秒 电梯忽然发生了故障 女人很是害怕 她惊慌失措的胡乱按着 很快 电梯不动了 可女人感觉到身后好像有人在死死的盯着她 而当她回头的时候 她说她看到了一个红脸女鬼 听完她的描述 同时拍了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五次了 她吃死来 就是想让我调查这件事 我看着她似笑非笑 世界下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来到监控室 我们仔细地对比了五个受害者 在电梯里的监控录像 我开始联系上这五个人 我想要从她们的口中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 果不其然 她们一致表示 确实在电梯里听到有个女人在唱歌 而且是清唱 唱的是歌手安琪的那首 流泪的眼 口说无凭 我开始着手在大厦的电梯附近 安装好一系列监控和监听设备 我戴着耳机坐在电梯里 电梯里出奇的劲 手机响起 是托米发来信息 如你们所见 这次她跟我讨论的是 曾经轰动一时的兰可儿事件 她试着说服我 兰可儿事件可能是灵异事件 而我同样也在说服她 要相信科学 接下来我刚放下手机 忽然一阵女生的清唱传来 正是安琪的那首 流泪的眼 我下意识地立马查看电梯外的监控 电梯周围空空如也 那么问题来了 声音是怎么来的呢 在很远大厦电梯的维修记录里 我很快找到最近维修电梯的公司 在维修公司里 我找到了维修小哥 小哥告诉我 最近确实给大厦里的电梯修过灯 做过维护 我说明来意 告诉他最近大厦的电梯里 总是会传出歌声 是安琪的那首流泪的眼 还没等我说完 小哥却打断我的话 接着说 是不是清唱的 我很奇怪 他是怎么知道的 小哥玩耳一笑 接着他带我来到大厦的电梯内部 小哥拿出手机 拨打号码之后 电梯里的歌声再次传来 一个角落里 一个手机被小哥找了出来 原来那天小哥修你电梯之后 手机丢失了 没想到是丢在电梯里了 最近他偶尔会拨打丢失的手机 而手机的铃声 正是他女朋友亲上的那首流泪的眼 我看着小哥 原来如此 拿大用金 我的心情很不错 心里不自觉地想着 无知真的很可怕 按下一楼 电梯运转 可是下一秒 为什么我再次听到了 安琪的那首流泪的眼 这不可能 电梯里面还有一部手机 我贴着电梯 想要找到声音的来源 一无所获的我 揉了揉我的脸 一定是我精神太紧绷 可就在这时 电梯出现了故障了 说实话 我有一点慌 我竟然让自己保持冷静 可是当我通过电梯的反光 我好像看到我的身后 有个身影 这等到是什么情况 我下意识地慢慢地转过头 一张通红的鬼脸 赫然出现 接着很快就消失不见 我慌不择路地回到侦探社 又是幻觉 喝了一杯酒 我慢慢地平静地下来 我打开网页 好奇地搜索安琪的资料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安琪竟然已经死了 他在乘坐电梯的时候 遭人牵伤 强见他的男子 长时间双手用力捏我安琪的脖子 导致面部过度充血 而血管爆裂 此时面色通红 巧合的是 电梯所在地 正是我调查的大厦 难道电梯里的女生清唱 是安琪的鬼魂 我看到的红连鬼真的存在 我的心里很乱 我将我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电脑上 托米发来信息 问我有没有新案件 我回答他 没有 接着告诉他 也告诉我自己 有时候眼见不一定是真的 放下手机 我将案件的记录删掉 我需要出去透透气 老婆睡在枕边 男人做梦 却在叫着女网红的名字 妻子吃醋 巴掌上脸 然而男人不仅没收脸 反而叫得更欢 男人最近总在凌晨12点 收听一档诡异的电台节目 寂寞的心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电台的频段来自阴前 而他所叫的网红 梅雪早在几年前就已经不再人世 我叫陈伯涵 是一名探灵侦探 我曾经试图用科学解释灵异 然而马桶里探出的鬼影 电梯里出现的红脸鬼影 一次次地动摇着我的信仰 虽然我时刻提醒自己 这一切都是幻觉 然而这一次 我要讲的故事再一次让我怀疑 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有鬼 事情是这样的 几天前 一个女人拿着张传单找到了我 生意上门 我自然求之不得 但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印发传单 那又是谁在帮我宣传呢 传单的事三方一边 眼下先解决女人的事再说 女人坐下后 她的第一句话让我有些想笑 没错 她怀疑自己的丈夫撞鬼了 女人的丈夫名叫亚森 是一名普通的第一次司机 亚森老是憨厚 虽然早出晚归 但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直到那天夜里 女人粗意大发 巴掌上脸 然而奇怪的是 丈夫不仅没醒 依然痴迷地喊着没血 起初女人以为丈夫外面有人 然而事情的走向 越来越匪夷所思 自那天起 丈夫亚森像着冷魔 一到晚上就诡异地侧着耳朵 四处倾听 似乎有某种东西在呼唤着她 女人忧心忡忡 找到丈夫的同事 从同事的口中 女人了解到 最近一段时间 亚森总是在深夜 往郊外的桥墩下跑 而且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 女人想起丈夫的梦话 问起电台节目 寂寞的心 以及没血是谁时 下一秒 同事的话 让她头皮发麻 你说 死了的那个 死了 没错 几年前一档火爆的电台节目 寂寞的心 带红了一位女主持人 美雪 美雪人美生甜 本应该大红大紫 但意外比明天先到 一场交通事故 导致美雪撤回人亡 寂寞的心也因此停泊 也就是说 丈夫亚森 一直在叫一个死人的名字 女人越想越怕 这才找到我 想要让我跟踪亚森 弄清楚这一切 夜深人静的郊外 一辆低视 停在了桥墩下 这是女人的丈夫亚森 我开车跟踪 停在了后面 拿着夜视镜观察 车里只有亚森一人 此时的她 一脸享受 听着电台节目 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对劲 时间来到12点 我有些焦急 试着打开电台 大家好 感谢大家准时收听 寂寞的心 嗲嗲的声音传入耳中 开始还正常 直到 哥哥 你是不是觉得很寂寞 你没有非常 越听越不对劲的我 我安了一笑 开着车 在附近绕了一圈 通过地图 确定信号的大致范围后 好家伙 这么暂尽的电台 是个男人 都想多听一会儿 第二天 我告诉女人 根据昨晚的实际调查 以乔敦为中心 有一个信号范围 约为一公里的 非法色情电台 而根据我的判断 电台故意模仿 美学的声音 表面上是做节目 实际上是招览客户 所以鬼倒是没有 女人已经估计有一窝 亚曾之所以出现在那里 答案显而易见 我嘴角上扬 小猜一点 女人则咬牙切齿 咒骂丈夫 殊不知 一语成诚 诡异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几天后 一则新闻 让我心头一惊 女人的丈夫亚曾 车祸惨死 事故的地点 竟然和美雪 在同一个地方 怎么会这么巧 我心中忐忑 虽然我相信之前的判断 但还是禁不住好奇心 来到车上调查 看着创造变形的车子 本来毫无头绪 直到一旁的修车小哥 提供了一个诡异的线索 小哥告诉我 事故中 车子被撞得七八烂 但奇怪的是 车上的收音机 竟然没有一点损伤 听到收音机 我似乎抓住了什么 在我的继续追问下 诡异的真相 终于浮出了水面 原来一个月前 喝得酩酊大醉的亚曾 从修车小哥那里 特意买走了这部收音机 而之所以会买这部 是因为这部收音机 曾被一位明星用过 明星 后来我无意间看到 一个熟悉的车牌 拿起车牌 我愣住了 这不是美雪事故车的车牌吗 然后还没等我反应 小哥接下来的话 让我几杯发鸟 这收音机的前主人 竟然是美雪 深夜的桥屯下 我驻足了很久 我调查过 只是个非法电台 我不信 真的这么邪火 想赛托 不如试试看 我将美雪的那部电台 接到车里 这时 时间来到了12点 我偷皮发麻 脑袋一片空白 几乎是本能 我猛地扯掉收音机 冲到车外 刚想要扔掉 收音机被抛进湖中 这一夜 我求求无法入睡 亚森明明死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电台里 收音机线都断了 为什么还有声音 真的有鬼 不可能 心烦一轮之际 我的前助理 兼前女友叶薇找上门 原来传单是他帮我印发 在他看来 他怕我饿死 帮我宣传是好惊 可在我看来 他是觉得我一事无成 只是可怜 我不需要 还要我怎样 老一家后 我们不欢而散 我打开电脑 我将这次的事件 记录在我的探灵档案中 我在干嘛 世界上没有鬼 没有鬼 我警告自己后 也删掉了一切 老人刚去世 儿子一家 就收到了他从阴间寄来的纸杀ipad 诡异吗 然而更诡异的是 纸杀的ipad竟然开不清 快递公司中 圆通 声通 你听过 但还有一个明通 你一定要了解一下 传说中 明通快递 专为阴间送货 阿罗陈伯涵 作为一名不信鬼神的谭宁侦探 这一次的故事颠覆了我的认知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 我的电脑故障拿去维修 顺便网工了一台ipad mini备用 你就是专门查鬼的侦探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 就在人的心里 送走快递小哥 刚开完箱 平板在手中还没雾热 电话响了起来 刚刚收了你们的快递 老板就亲自打电话来了 来电者是我的好友 也是这家明通快递的老板 电话里他支支吾吾 似乎有什么急事 需要我立刻前往 办公室里 明通快递的老板 诚哥拿出一个纸杀的ipad 接着战战兢兢的告诉我 他的父亲白手起家 创立了这家明通快递 一个月前 老爷子去世 可没过多久 他们家就陆陆续续 在门口收到纸杀的ipad 开始他怀疑是有人恶作剧 但后来事情越来越诡异 这件事可能跟他的女儿有关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来到了诚哥的家里 她是诚哥的女儿婷婷 婷婷乖角董事 平时很喜欢画画 诚哥之所以会觉得 纸杀的平板与女儿有关 是因为婷婷说字里发现了两幅画 第一幅画内容是婷婷想要ipad 去世的爷爷就给婷婷送了过来 而第二幅画 随时一个快递包裹 下面写了iphone 诚哥夫妻告诉我 婷婷一直想要ipad 但为了不影响学习 夫妻两人一直没给他买 老爷子在世时 对这个孙女宠溺有加 难道真的是老爷子 从阴间寄过来的 他还会收到一个iphone 那就是说 是他爷爷送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我安慰诚哥两人 不要胡思乱想 门口安装了监控 今晚我会待在这里 一探求情 我怕有人真的送iphone过来 我自己装了这个 像平板当作监视器 我全神贯注盯着外面 我告诉自己 会什么的不存在 有的话也是人搞的 长夜慢慢 我盯着屏幕 然而守株待兔 太好经历 从开始的紧张 都后来的枯燥 再到困意来袭 眼看天怪放亮 外面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慢慢的 我睡着了 还做了一个不妙的梦 我的电脑资料被人盗取了 第二天 当神哥慌张的邀请我 当我来到门口时 我只是随便猜测 没想到 门口真的放了一部直杀的iphone 看来这一切真的和婷婷的话有关 反复查看作业的监控 画面里什么人都没有 难道真的有鬼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我做了两手准备 首先升级更专业的监控设备 监控角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 没人能避过 其次偷偷观察平时婷婷切数的人 果不其然婷婷的同学中 有一个叫小亮的男孩很可以 下午我来到诚哥家中 发现小亮也在这里 诚哥告诉我 小亮是同小区的邻居 跟婷婷一直玩得很好 经常来他们家做客 听到这里我心中鸟然 看来突破点就在这里 无理婷婷和小亮在玩耍 而我则故意拿出我新买的iPad mini 玩起了游戏 很快婷婷和小亮被吸引过来 婷婷哭闹着就诚哥给他们 而我则趁机观察 没错 脚量明显有些不对劲 夜幕降临 神科的家里 我开始双 不 是科普 很快会受到一部命令 每一种监控器 都存在它的死角 之前的普通监控是单镜头 所以正下方的一平方尼以内 都是死角 如果来人个子很小 监控根本拍不到 现在我换了更专业的设备 视野更广的同时 不存在视野盲区 就算是小孩都能拍到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 忽然屏幕里出现了一个声音 中书门外 真的是小亮 小亮 之前那些都你送的吧 没错 小亮喜欢婷婷 所以看到婷婷想要平板 就用纸做出来 放在门泉 想让婷婷开心 今天下午 我故意试探 一招引蛇出动 没想到效果极佳 面对婷婷父母的质问 小亮被吓得漠不作声 算是间接承认 然而事情的真相 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这些东西呢 你是不是把我扔了吧 好 先走 拿到佣金 我心情很不错 然而诡异的事情 在第二天才刚刚开始 当我准备处理到纸杀品板时 忽然发现了不对劲 小亮制作的纸杀品板 和之前送来的不太一样 小亮制作的明显很粗糙 最重要的是 之前的纸杀品底部写着 明通快递 这种字体 绝不是小孩子能做出来的 可不是小亮 又是谁呢 敲门声响起 打断了我的思绪 是明通快递的送货小哥 然而当他无意间 看到纸杀品板上 明通快递几个字时 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我偷皮发麻 你怎么会有这个 我们老陈总下葬那天 陈总让人做了一个 纸杀的快递公司和车队 把我们公司的名字 改成了明天的名 回到屋里 我连忙再次查看监控 这一次监控你不再空空如也 而是冒出了一个神念 我心神未定 应该是幻觉 一定是幻觉 我调整呼吸 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当桌上 只扎着iPad传来声音 当我颤抖着拿起 我惊呆了 久久不能平静 天到前 我边敲边响 将这次的经历 记录到我的探灵档案中 然而 当我写完最后一行词时 我犹豫了 撑杀了 我心烦意乱 删掉了所有 我需要出去拖拖气 请去酒店里被子疯狂晃动 啊 不好意思 保洁员以为打扰了客人的好事 殊不知 男人正在被鬼压床 而他的上方 正漂浮着一个身着白犬的女尸 我叫陈伯涵 是一名不信鬼神的谈听侦探 总有人告诉我 千万别住酒店的尾房 因为从离心的角度来说 那里藏蝇那些 最容易招惹到不干净的东西 我不信谢 住进了这家酒店的尾房 然而 当我躺在床上 忽然有水从天花板上滴落 睁开眼 真的有一个身着白犬的女人 诡异地漂浮在上方 几天前 一家酒店的经理登门拜访 陈震太 您看了照片怎么样 照片的内容 是酒店的916房间 房间没什么特别 但最近入住这间房的客人 都遇到了怪事 舒适的客人纷纷表示 随之半夜 他们会无故清醒 身体无法动摊的同时 会听到水声 甚至看到一个身穿白犬的女人 就是说 有个女鬼 不不不不 经理联盟摆手 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 这次来就是希望通过我的调查 给出一个科学的解释 也让酒店对外有个交代 了解完事情的大干 如果是以前的我 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有鬼 就在人的心里 可马桶里的鬼影 电梯里的鬼影 天空中拍到的白色人脸 让现在的我不再自信 下午 经理带着我来到酒店 进入了916房间后 前台小妹拿来一个表格 这是我们酒店最近半年的记录 带信号的都是出事客人的名单 是 酒店一共九层 通过对比观察 我敏锐地抓住了两条重要的线索 第一 出事的房间都是每层楼的最后一间 例如四楼的416 五楼的516 包括顶楼的这间916 第二 出事的客人虽然都住在尾房 但只要住宿没超过一天的 都没有遇到怪事 前面提到过 出事的客人都听到了水声 而根据我的经验 房间里可能漏水的地方不多 一个是空调口 另一个则是浴室的水管 一番检查 水管并未漏水 空调口也没有异常 那水声又是哪里传出来的呢 难道是幻听 此路不通 换个方向 之前出事的客人 都有被鬼压床 身体无法动弹的症状 还说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 这个女人也是幻觉 就在我苦思冥想时 女人出现了 最近一场 原来是保健阿姨 阿姨在酒店干了很多年 奇怪的是碰到过不少 而关于酒店尾房的禁忌 更是说的有鼻子有眼 你这个拖鞋不要摆得那么整齐 他们会以为是给他们穿的 他们 这里是宾馆的尾房 不用的柜子就不要随便打开 还要留点不见光的地方 令走前阿姨神神叨叨 说一楼的尾房 116有东西 一楼最后的房间 有东西想升天 所以它不断地 从下面升上来 又从上面往下去 有东西还能升上升下 会是什么 鬼吗 还是 我灵光一扇 抓住了什么 熬夜看完酒店的平面构造图后 在对比每层楼的房间 我长出一口气 答案就在这里 第二天 我叫来经理 在每层楼的第一个房间里 做起了实验 打开通风 蓝色烟雾先进入房间的出风口 紧接着 烟雾经过排气系统 顺着走廊的通道 不一会儿便到达了每层楼的尾房 经理有点懵 而我则拿出酒店的平面构造图 简而言之 大楼的排气系统运行时 空气会先从每层楼的第一个房间 横向抵达尾房 再由每层楼的尾房 纵向向上 其中在顶楼的916号房排出 讲完排气系统 接下来 我带着经理来到卫生间 打开水龙头 不住我所料 放出的水 迟迟没有下去 没错 其实问题的所在 就是酒店的排水系统 我们知道 排水管道内 避色潮湿 还有阴氧化碳 甲烷等大量有毒气体 酒店的排水系统 连接着每一个房间 原本房间内的地漏下 有一层水风 水风可以有效隔绝 有毒气体进入房间 但刚才 水迟迟下不去 说明地漏水风 已经出现了问题 这就会导致 排水管道内的气体 反向涌进房间 所以最终结果是 有毒气体进入房间后 通过酒店的排气系统 先横向抵达 每层楼的尾房 最后 纵向集中在顶楼的916号房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出室的房间 都是尾房 而且916号房最严重 当空气中出现有毒气体时 人就会心跳加速 意识模糊 我们的大脑会提前清醒 如果身体还没有接触到信号 就会出现人醒来 但身体无法动弹的现象 医学上称为睡眠瘫痪症 也就是俗话说的鬼压床 入住时间短的客人 由于吸收的毒气量小 所以通常问题不大 但入住超过一天 量大肯定会出事 所以结合上面的解释 客人听到的水声和见到的白衣女人 应该是幻听和幻觉 鬼什么的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果然请对人 现在我马上给你准备支票 我自信满满 以为这就是真相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心里两人离开后 我打开窗户通风 几天来 一直紧张的神经慢慢的放松了下来 昨晚熬了一夜 让我有些困倦 躺在床上 不知不觉中 我闭上了眼 我以为会是个好梦 然而最毛骨悚然的事情 即将发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滴水落在了我的脸上 闭娘感 让我下意识地清醒 深开眼 什么情况 我想动 但为什么动不了 鬼压床 不可能 就在我挣扎之际 更多的水 噼里啪啦地滴在了我的脸上 惊慌中 我看向上方 可不看不知道 这一看 直接让我心脏受挺 只见一个身着白裙 瞳孔全白的女人 浑身失路 正诡异地漂浮在半空 大脑当今 这是宝洁阿姨的话 在我耳边回荡 从下来上上 从下来上上 又从上来往下 又从上来往下 这一刻 我的恐惧爬满全身 已经无法言语 就在女人越靠越近 心接着 惊慌未定的我冲出房间 看着来送支票的前台小妹 我依然嘴硬 跟你们有种说 毒气太重了 快点绣好吧 我想要尽快离开 然后当前台小妹叫住我 切下来才是一切的真相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敢说 不久前 一个短发女孩 在一楼的尾房 116号房 未经轻身 取满水的浴缸里 女孩的手腕 如同鲜艳的玫瑰 在白色裙摆前绽放 自此之后 酒店的尾房才怪事不断 回到家中 我贪坐在一旁 根本无法平静 如果真的有鬼 那我之前的调查 岂不是一个笑话 手机震动 是我的神秘网友 托米发来消息 我问他 太相信科学 是不是一种迷信 而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 并且暗示我 科学 并不能解释一切 或许我看到的 都是真的 我心烦意乱 电脑前 边敲边讲 将这次的案件 记录到我的探灵档案中 可打完最后几个字时 我还是无法接受 事前的判断 被推翻 我删掉一切 洗身出门 然而就在这时 电脑屏幕前 有一双无形的手 正帮我默默地记录着这一切 《探灵档案》的第五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集以酒店尾房的都市传说为影 又讲述了一个科学探案 最后却被灵意打捏的精彩故事 尤其是后半段 可以说是高能不断 恐怖指数直接拉满 故事中 虽然没有解释和交代 为情亲身的女人 为什么要从一楼身上来 又要从顶楼被压下去 但从一些民间传说中 我们也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传说中 亡死之人 魂魄会被困在原地 只要原本的阳寿未尽 魂魄就会受尽煎熬 无法枉真 女人想投胎 却被压住 本以为离开是解脱 却没想到是另一种煎熬 实在是可怜 同样 本集中 主角陈伯涵经历过数次打脸后 虽然还是嘴硬 但看得出来 心态已经改变 面对未知 也开始动摇 陈伯涵的线上好友托米 其实在前几集中 一直会以聊天的方式 时不时出现 从两人聊天内容中 不难看出 陈伯涵笃性科学 而托米则认为 世界上真的有鬼 两个人的观点相反 都在试着说服对方 这成了陈哥探宁档案主线 也会后面进一步铺垫 那么接下来 主角又将遇到 怎样诡异的案件 托米的身份究竟是谁 就让我们在 接下来的故事中 找到答案 我是时光 感谢收看 你们的点赞关注 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会